嗯 可以 现在嫩了 满了两包玉米来了 喂猪喂鸭 刚才有一位大爷 在那个后山挖了几个冬笋 等下我们也去试一下 看还有没有漏网之余 现在冬笋有是有 还比较小 等下我们去看一下 不不运气 这鸭子饿得呱呱叫 刚才那位大爷 教了我挖笋的诀窍 等下我们去试一下 对面有一只傻鹅出不来 去把拉这个鹅弄出来 不弄出来的话 它出不来的 笨笨的 今天好冷 来张文哪 怎么那么笨 还有咬人哪 你要起飞呀你 你看你看 哦 喂猪哈 五元猪我们去山上转一圈 看看能不能挖到中午的火石哈 别急 你天天把眼睛揍住干嘛 双眼皮多好看呢 你揍住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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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去试一试哈 看看那位大爷有没有帮我留两个 虽然这里是那个三树山哈 但是里面有点竹子 但是不多哈 你看 有那么四五十根竹子哈 我们去挖一挖 看有没有哈 刚才大爷教了我两张 如何分辨竹子的公母 母竹子竹笋多 公的就少 大爷说 竹子最下面那个枝 是一根枝的 就是公的 两根枝的 就是母的 枝往哪个方向找 竹边就在哪里 公笋就找到哪个地方 往我这边找 这有裂缝 这么长的裂缝 这是竹边的裂缝哈 竹边裂缝我要挖一下 万一有个有东省的 你看全竹边 这么长的竹边 到这个来了 这个没有 好热挖热了 大爷就是大爷 大爷就是大爷 挖了半天 这个算不算兄弟们 不小心把这个小的挖起来了 再找找啊 这个 这个 这应该是个裂缝 试一下哈 是不是 别忽悠我大哥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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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 诶 jeden 哦 哎呀 还不大 还可以喔 还可以 嗯 嗯 先来看一下 肥肥的 这种嫩啊 吃是好吃 再找找看还有没有 没有 这根竹边就一个 还没长起来 埋一下 过段时间应该还会长 我又发现了一个好大裂缝 看是竹笋的 还是竹边 我们这边 挖冬笋 挖冬笋可以去任何人的山上挖 但是挖春笋就不行 因为春笋会长成竹子 挖春笋不能去别人山上挖 只能去自己山上挖 冬笋无所谓 可以到处挖的 反正不挖以后也烂掉了 试试看这个是不是 是的话估计很大 轻轻的刮 看是不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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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边吗 诶 诶 哦 哦 哦 这这么好的地方不是吗 哦 哦 竹边 竹边 这么大竹边 没有没有 买一下 像这种竹边是不会长损的 毛都没长些 空的 挖不到 就找到一个裂缝 挖了一个 早知道挖一个 我就不挖起来了 扔掉又舍不得 中午就吃它了 先去做饭吃 痛苦了 改天我们去竹里挖 这边竹子太少 机率太小 做饭吃 虽然是一个 但也可以吃半碗饭 现在这个笋比较嫩 好 好的今天的面包 吃饭啊熟了 我的笋呢 笋 嗯熟了 咦 怎么这么滑 看不起来的 还好今天从家里带来一点 我妈做的鱼来了 嗯 冬笋 今年第一次吃冬笋哈 嫩 最享受的时候就是吃饭 简简单单 又是一餐 好 ост鱼呢 拜拜 您家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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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